财团法人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 今年7月进驻花林文创园区后 将当代艺术与科技跨界的Future Vision Lab 实验展演计划引进了东台湾 12月24号起在花林文创园区第10栋将盛大登场 也邀请民众进入直径12米的半球形大穹顶 在360度沉浸式的空间 体验12组超高解析度的国内外影音作品 文化部积极办理花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场馆活化 今年7月委托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的营运单位 财团法人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进驻花林文创园区 将当代艺术与科技跨界的Future Vision Lab实验展演计划引进花莲 24日起在花创园区第10栋 邀请观众走路直径12米半球形构组打造的360度沉浸空间 欣赏台美日等国艺术家12件影音创作 过去三次有曾经在台北SLAB做展出 那还有一次是在今年年初有到高雄灯会去做展演 那其实这个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目的是 它这个是一个球形的移动式展演空间 那这个根据每一次移动到不同的场域里面 我们都会特别针对那个场域去进行一些内容上的策划 那这次到花莲来我们其实过去三年累积了73件的作品 我们从这73件里面精选出八件不同面向不同属性的这个作品 在这个里面会去做播映 那它会在每周末三天的时间有不同的节目表去做播映 大家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节目内容 那除了这些精选作品外 我们也特别为这一次邀请了两个国外艺术家 以及一个台湾艺术家来做新作的演出 对它其实是特别针对这个球形空间去进行新作的这个制作 那所以总共有十一件作品会在这个球形里面去做展出 那除了这个播映类型的作品 我们其实也在思考怎么让这个球形里面的影像内容 可以跟观众产生更多的互动 所以其实在未来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两场两个档次的这个live型的演出 也是由九台的就是各一万流民的投影机 所拼切出来的一个沉浸式的展演空间 那当然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Rose VR的方式 能够让观众朋友进到里面 就进度到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影像空间里面 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有邀请不断的一些新的影像的新锐导演 或者是说针对这样的沉浸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影像创业作品 都可以在这个深厚的这个档里面来做呈现 那这一次除了这一个档的Future Vision Lab之外 我们这次在华创这边也带来了李明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 叫做剧 那它其实是由一个像是舞台像是家具 一样的场域的空间 它其实就是透过台湾的这种客家画布的元素 这种台湾的pattern图腾 那能够让这整个空间作为一个既聚合 然后又可以分开来 又可以作为活动展示演出的空间的一个呈现方法 所以这两件作品在华创这个10号的这个仓库里面呈现 它其实就形成了一种一个静态一个动态的一种对比关系 那也希望说只是花莲的朋友们 然后能够一直的然后回过头来每次来看我们这个作品 其实相信每次来都会获得到一些不同的一个观赏的体验 直径12米半球形 昵称为DUN 超高解析度的裸眼VR 曾经影音体验重顶空间 即今年参与台湾灯会在高雄 首次以室内展演来到花莲 要让民众感受现代与历史共存的展演风格 及其展出至明年3月5日 另外像科技艺术互动剧场移动故事屋 也将为花东导入多样影音体验的科技艺术实验 更多详情可搜寻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居官网或脸书粉丝页 记得蒋邦宇 黄林氏 报导